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高中都教过书 可是现在呢 都没有在那边教了 我主要在外面演讲 除了在台湾 也有在海外 那也带工作方 演讲跟工作方的差别就在于 演讲是一个介绍式的 跟各位简单介绍一些概念 那工作方呢 是在里头练习跟体验 有很多东西 我的头脑懂了 可是我没有体验过 我没有练习过 那这只是头脑里头的知识 我懂了这个道理 不代表我能够做得到 比如说 我每个人都懂了一个道理 运动有益健康 对吧 可是几个人在运动 没有啊 我们每个人都懂得熬夜有害健康 这个我们都懂 可是很多人继续在熬夜 那就算我们每天跟自己讲一百次 运动有益健康 熬夜有害健康 我还是改变不了的 因为那只是头脑里头的知识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 讲道理 它的用处是很有限的 我们对自己讲道理都无法改变我们自己 可是我们觉得啊 我跟孩子讲道理 我就可以改变孩子 好有趣哦 讲道理无法改变一个人的 那个需要体验 所以在工作坊里头呢 就会有比较多的体验 那我现在比较多的是带这个亲子教养 师生沟通 班级经营 内在安顿等等这些 好 这是我简单的介绍 我是1974年出生的 民国63年 那今年46岁了 都快50了 那我的人生是在40岁之后 才变得完全不一样的 以前的时代跟现在的时代 在沟通上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或者小时候 或者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在更以前的那些时候 我们人跟人的相处模式啊 大概就是上面这个 阶级模式 听话系统 不允许有差异 什么叫做阶级模式呢 用很白话来讲 这个家庭当中 有一个人是老大 凡事由他说了算 他说可以就是可以 他说不行就是不行 这个叫做阶级模式 所以在这种阶级模式的家庭当中呢 只有听话这个方式 不是你听我的话 就是我听你的话 这个叫做阶级模式 这个叫听话系统 所以我们小时候呢 我们在当小孩的时候 一定都听过一句话 闽南 闽南话 小孩有声没嘴 是吧 小孩子只要乖乖的听话就好了 你不要插嘴 不要多嘴 我们小时候就乖乖的听话了 那在以前的时代啊 你小时候乖乖的听话 有一天你会媳妇熬成婆 你会成为大人 成为大人之后呢 哇 好日子来啊 轮到别人听你的话 一代这样子 一代一代传下来 小时候我们听别人的话 长大之后 别人听我们的话 那都是阶级模式 都是听话系统 都是不允许有差异的 我们之间的感受不能不一样 孩子从学校回来 跟你说 妈妈 我今天在学校 发生了某些事情 我觉得好委屈哦 你一听了 这个没什么好委屈的啊 接着 你就会开始跟孩子说 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好委屈的 你不要觉得委屈 你有看到吗 你不允许 孩子跟你的感受不一样 那件事情 他觉得很生气 你听了之后 你觉得没什么好生气的啊 接着你就开始告诉他 不要生气 生气又不能解决问题 生气是拿别人的过错 来惩罚自己 我们是不允许 其他人跟我们在感受上 是不一样的耶 这就是阶级模式 就是听话系统 你跟家人的观念 可以不一样吗 很多人都说可以 好 如果没有办法 如果没有办法心平气恶的谈 表示你是不允许 你跟你的家人之间 观念不一样的 那就是阶级模式 就是听话系统 不是我听你的 就是你听我的 你跟你的孩子之间 可以在期待上有差异吗 他希望去做一件事情 那你虽然不同意 他那个期待 可是你们是可以讨论的 可以吗 很多大人都跟我说 可以哦 那我举一个例子 看看你们可不可以 假设你的孩子 进入青春期 青春期的女儿跟你说 妈妈 我要去刺亲 可以讨论吗 讨论不是说 我就让你去刺亲哦 你还跟我说 你要去刺亲 我立刻同意你了 这还是听话系统啊 我听你的话 一样的 不行 这件事情 没有讨论的空间 你得听我的话 还是在听话系统耶 儿子还跟你说 爸爸 我想去穿耳洞 可以讨论吗 可以讨论吗 所以 云不云许有差异 可不可以讨论差异 这决定了 这决定了 是不是阶级模式 听话系统 本来 如果我们这个时代 还是以前的旧时代 那这个阶级模式 听话系统 大概没有问题 大概没有问题 可是呢 我们这一代啊 太不幸 或者太倒霉了 你看我们爸爸妈妈那一代 我们的爷爷奶奶那一代 小时候他们听 别人的话 长大之后 别人听他们的话 那我们有多不幸啊 小时候我们听别人的话 是吧 长大之后 没有人听我们的话 没有人听我们的话 怎么办 怎么办 这个时代 变化得太快速了 所以我们需要学习 新的沟通的方式 新的沟通的方式 叫做成长模式 叫做对话系统 是双方可以讨论差异的 我跟你之间 感受不一样 观点不一样 期待不一样 可是是可以拿出来讨论的 可以讨论吗 怎么讨论 这个在以前我们的时代 想都没有想过 所以我们得重新学起 这个学习当然不容易 可是很多人 因为我们长期在 听话系统下长大 所以很多人 爸爸妈妈或者学校老师 他来学对话 他的目标是什么呢 好有趣 他希望来学对话 回去可以让他的孩子 乖乖听他的话 所以他学的不是对话 所以他学了之后 一回去 哇 立刻就挫折了 怎么没有用 怎么孩子都不愿意 听我的话 因为你还在旧的 听话系统里头 对话是可以讨论差异的 讨论差异的 那底下 我们就进一步来讲 沟通 我自己现在在演讲 或者特别是在工作坊里头 我都会把沟通 拆成四个部分 人跟人之间的沟通 很多人来学沟通 他以为他要来学的是 怎么讲话 不是的 沟通的第一步 怎么听别人说话 所以第一个部分是倾听 我们真的 有听见我们的家人 想讲什么吗 你可以很专注的 听你的家人 讲五分钟 十分钟的话 而完全不打断他吗 很难耶 曾经有一对夫妻党的老师 来参加我的工作坊 他们在练习倾听过后 我问太太 你有什么感觉 她说 太爽了 太过瘾了 我说什么意思 她说我跟我先生 结婚十多年 她第一次 专心听我讲五分钟 而不打断我 结婚十多年耶 第一次这样子 我们多容易 对方 开始讲话 或者还没有讲话 我们就开始打断她了 我问完了太太的意见 也要问一下先生的意见吧 这位先生 那刚刚你这样子听太太讲五分钟 你有什么感觉 她说我好痛苦 什么原因 她讲的每一句话 我都不赞成 我都想要反驳她 可是你刚刚要我们 只能够专注的听 所以我们有多久 没有专注 和谐的 倾听我们的家人讲话了 五分钟 十分钟 的倾听 都不容易 那我告诉各位 我这几年的学习 我最高的记录是 我可以倾听 三个小时 完全不打断对方 我也不打瞌睡 我也没有恍神 就只是专注的听对方说 当我一般不会听那么久 我只是跟各位说 这个是可以透过练习的 透过练习的 有时候我都 我很会对话的 因为我自己在教对话 可是我发现 我跟我的家人 跟我爸爸跟我妹妹 跟我身边的朋友互动 有时候我光是听就够了 我光是听 就能够帮助到他们 因为有时候 他们来找我们 不是要我们帮他们 解决什么问题的 只是希望有一个人 可以听他说 那我们可以成为那一个 只是听着对方 说话的那一个人吗